大家好,阿斯匹林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 那么它对菌子兰的生长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具体阿斯匹林能给菌子兰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能起到什么效果 还有我们该怎么用 第一点就是可以促进植株生长健壮 由于阿斯匹林水产物能使菌子兰液化过程发生障碍 从而使同化物积累增多 因此在菌子兰的生长过程中 使用0.3%至0.5%的阿斯匹林荣液 能使菌子兰生长得更加的健壮 叶片更加的油绿光亮 第二点就是可以促生根 有些菌子兰可能在上盆之前做了一些修根的处理 那么我们上盆之后可以使用阿斯匹林0.5%对水的荣液 给它浇灌根部 可以杀死病菌防止伤口腐烂 促进新根的生长 根据用阿斯匹林对水浇灌对比 那么使用阿斯匹林的生根速度 要比每使用阿斯匹林的生根速度 又快三到五天 那么第三点就是提高植株的抗寒能力 用0.5%的阿斯匹林荣液喷洒菌子兰的植株 可以减少植株体内水分蒸发 提高菌子兰的抗寒能力 所以在夏季水分蒸腾作用较快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0.5%到1%的阿斯匹林荣液 给菌子兰的土壤浇灌或者喷湿叶片 可以减少钢汗引起的危害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阿斯匹林荣液 给它浇灌一次 同时给它喷湿一次 就可以很好预防在高温夏季 给菌子兰的根系和叶片带来的一些伤害 那么由于阿斯匹林它难用于水 我们可以在使用阿斯匹林之前 先用一点点酒精浸泡阿斯匹林 等它完全溶解 然后再使用 这样的话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养护菌子兰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